台南市普世甸每一天都會基盤完消營會 去英國的UK前來欣賞 在這裡的會議都是頭過的民眾創作菜圍 日前在普世甸的廟墊進行了民選的組織 這次上次特別的實情加料露燃公益組 邀請賣至中部的作會參加 來真心無意出每一天受益自己的會議 也歡迎我們的民眾到時候可以全錄參觀 台南市普世甸是台灣上載的鳳鴨廟 每一年上載人期待的頂會多年也準備登場了 日在頂會之前 不讓他分組的方式來進修大家的作品 這次跟伊望不一樣的所在是 增加露燃公益組 邀請中部再回來創作顧阿丁 我們今年又登加了一個樂林組 然後就是專門提供給60歲以上的長輩來參加 然後因為他們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跟了很多社區 包括基金會 社區關懷中心 還有一些弱勢局群 然後我們就是提供他們的燈籠 然後其實 長輩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 透過參與他們也願意走出來 其實這個是我們燈會另外一個 很大的一個意義 他剛好早在普世甸的廟墊 來基盤平算的貨棠 湯裡放到每一人 今生坐著的館長 其中 六人公益組的鴨屬 都總有兩百七十六項 大家是發揮自己的創意 照著高華丁來展現出來 由廟墊的工作人員 每年的期待 從計法上面來講 配色上面來講 都發揮他們老人的特色 所以很值得鼓勵 我們當評審的也覺得非常高興 賞心悅目的 普及燈會要開始囉 歡迎大家可以明年來以太究竟 第九個的普世甸會 準備在明年的二月六合 到三月六合來基盤 歡迎大家可以在 幾年四節 作為來廟有驚驚 不然可以興奮到 傳統的高華丁 竟然可以來台南 感受不一樣的 富色風貌 記者的參與中西区 彩虹報道